瘦弱的小女孩周定霜背着比自己矮小的哥哥周定福从宿舍到教室上课 残疾,手脚都不灵便 这样的孩子上学会不会太艰难 可若是不上学,对孩子是不是不公平 正当父母一筹莫展之际 九岁的周定霜主动提出 宿舍到教学楼有五百多米 中间还要过马路上下台阶 哥哥虽然身材矮小 但是体重比周定霜重得多 看到妹妹辛苦 周定福有时候也会因为懊恼和心疼妹妹急得直哭 但是小小的周定霜从来没有哼过一声 反倒时常宽慰哥哥 一年四季不论晴天下雨 兄妹俩都会准时出现在教室 从来没有迟到过 除此之外 哥哥的生活起居也是周定霜在打理 学校为了周定霜更方便地照顾哥哥 在生活上也给了他们特殊的安排和照顾 起来帮哥哥洗漱要花不少时间 所以每天起床铃还没有响 他们就会起来 妹妹把哥哥打理得整齐干净 才会去上课 周定霜既是妹妹又是姐姐 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回到家 周定霜除了辅导哥哥完成家庭作业 还要做各种家务